制作一个变形金刚需要什么条件 一个就是得有核聚变 第二个就是得有耀术自行机 第三个就是得有超轻超硬的文化 当然你核电还硬的 核聚变是什么东西啊 核聚变 就是核聚变产生能量 就是一个电磁大小的东西 它就比现在的化学燃料火箭的 那个功率还高 功率还高 比它那个冷压还高 比它那个冷压还高 而且搞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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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聚变是从哪来的 核聚变现在还不行 还不能装置 什么东西都对付不赢 这么高的温度 核聚变是要多动 你知道吗 一一度 你不能两秒钟完事了 所以它就要无限的进下去 无限的核聚变 无限的核聚变 核聚变 原子弹是不是核聚变 不是 那原子弹什么 就是裂变 裂变 核裂变 火星呢 火星它没有大气 你还想要什么磁场 那火星磁场哪去了 都比太阳风波走 太阳风啊 太阳风是个什么东西啊 太阳吧 它就是一个球 然后外面几个光吧 但是它有一面的光 所以非常 那就是六本 六本那时候 发生太阳风 太阳风啊 其他地方就比较少 地球也受到了太阳 跟袭击 那袭击掉了吗 谁在保护地球啊 还用问吗 磁场呗 原子弹是原子 原子 原子是什么组成的 是分为原子核 核外电子 核外电子 核外电子就是电子 电子 电子 电子是 电子是绕原子核转的 它不是在原子核里面 转的快吗 非快 它就哪都有 是无规律的 无规律的 它就是乱转 原子核的超硬 超硬啊 我告诉你原子 原子它里面 原子核是由质子和中子组成的 质子和中子组成的 然后质子和中子 又是由更小的粒子 夸克组成 夸克组成 最小的夸克 挺夸克 但是有一种东西 比电子还要小 一百万倍 什么东西啊 中微子 中微子 中微子是啥 中微子也是一种基本的 也是一种粒子 粒子啊 哎呦我天 它们穿透任何东西 嗯 所以要么猜测 这个可能就是我们所谓的暗物质 暗物质 就是在宇宙中存在的大量的暗物质 我们检测不到也可以 检测不到是吧 嗯 暗物质是暗能量吗 不是 暗能量是暗 暗能量 它不是一种东西 不是一种东西啊 那负 那个有一种叫反物质 反物质是暗物质吗 不是 也不是 不是 算就差几个字 但光子没有禁止质量 嗯 所以理论上你都不能把一个光子禁止放在这去测量 嗯 理论上可以测 光子永远都不可以说一遍 光子永远就是无限的 我们能看到吗 这个粒子 粒子 因为肉眼是看不到 有些比光的波长还小 根本就看不见它 哦 看不见 有些看不见 你有性能 有性能 那看不见是不是它们就不存在了 不对 看这个词 看这个词 它有物理含义的 嗯 也就是有光打到物体的身上 嗯 你才能看见它 假如我太远了 看不到呢 对啊 那个我们就可以发射一束电磁波 嗯 那个 然后计算出它反射回来的时间 嗯 求求它的位置 但是大家注意 这电磁是很轻的 嗯 这个电磁波打到电磁的身上 这电磁就被打跑了 所以它那个位置就不是它现在的位置了 嗯 就是我们因为测量而干扰的位置了 嗯 就不是它真实的位置 嗯 品色山是火山 它就没有火山 是三种火山 一种是火火山 一种是死火山 一种是消灭火山 它就属于消灭火山 这颗恒星 我们一抬头晚上能看见 嗯 就是猎户落 虚秀素 嗯 这颗恒星特别巨大 它的半径是从太阳到木星 木老大 嗯 它的收容特别的短 嗯 就一千万年 嗯 而今年呢 它正好一千万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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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